這全部都是用馬鈴薯作為主要食材的料理 在在島南町董會家庭班媽媽的蔥 以及哈中間做出23多的菜 大家也做回來比賽 看上去做料好吃 還有多少 在我們的料理的政策之後 還有一個就是擺盤 擺飾 另外還有一個創新料理 在那裡做我用的馬鈴薯包以外 就是也做到一般馬鈴薯 進去做馬鈴薯的酸辣湯 很多料理也有做甜的 鹹的 通通那個都有 這是島南町董會每年在表演模範 母親的當時 都會跟基盤一頓的料理競賽 讓所有的媽媽有機會來展現他們的手藝 在一道一道的料理頂上以後 也讓朋友是不是很像老闆 經過很多次的討論 這麼決定分手的關係 當我陷入一些評審的傷腦筋的階段 經過幾個人票選 又非常競爭激烈 蠻多都是蠻有創意的料理 那在這個比賽你就會發現說 創意的東西或者是特別有想法 或者是你擺盤特別漂亮的 你就會成績就會跳脫出來 那這是我們當下在下面吃得很飽 然後又有傷腦筋的一個地方 今年創意料理競賽 我們教媽媽們回去做一些最簡單的料理 能夠吃出最健康 對我們家人同樣也幫助我們產業的發展 如果在我們手段要進步以外 我們這個組織可以更加進展 更加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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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進展才好 希望大家對真正的心 繼續保持這樣 好 好 在這裡 要祝好我們家的所有產品的媽媽 怎麼 母親在這裡 怎麼樣 好 好 來參謀活動的家庭班媽媽 雖然平常是都很不應付 今天大家可以輕鬆一下 也由秋龍頂看得出來 大家都拿著一個快樂的母親節 既然真心唱不到